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闢分析的這個龍科 是公之神暴龍節 公之神暴龍節 第一階段的話三個神族成員CD-2 這個已經算是蠻普遍的 三之成了 這個你就把它當作是既定技能 這樣就好了 就是一個不差 但是也不錯用 但是沒有到很OP的一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是一回合內 隊伍攻擊力提升20% 是隊伍攻擊力喔 這個就差很多 為什麼因為不分屬性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第三個一回合神族成員攻擊提升50% 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是全隊都是神族 這邊有20這邊有50 大幅提升之外 外加這個龍節 它本身分數非常高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一個高級 高高高高高高手 高手高高手 高傷高傷高高傷 一個高傷的龍科 所以像是你可以拿來類似像破防都 我認為啦 破防都可以拿這顆來用 懂我意思嗎 高傷又減氣力 當然當然是神族是主要 懂我意思嗎 神族是主要的 因為這邊是隊伍提升 這邊是神族 所以是神族主要 所以你用全神的隊員的話 這個龍可 這個龍節非常適合使用 而且這個龍節基本上 不會玩的人 亂點 我自己都覺得都 都OK 分數基本上都不差 兩三萬應該都可以 兩三萬都可以 好 那刷的話我是建議大家 還是去刷啦 我已經講了 它有一個高增傷 那你又可以把它當成破防 因為它增傷幅度太大了 增傷幅度太大了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去 去弄一顆啦 吃石頭也弄啦 我覺得是這樣 好不好 好 以上是這次公知神報龍節的金幣分析 謝謝大家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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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